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因为准总统蔡英文 至今并没有接受中国大陆 坚持以九二共识为互动的 政治基础 只强调维持现状 承认1992年两岸会谈的事实 我们特别邀请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 同时也是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 从总统大选后 双方谈话跟做法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范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几个指标的谈话 我们先来关心就是大陆在二月初 有召开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 那么这也是总统大选之后 大陆中央首次针对对台工作 进行了一些讨论 当时他有强调一个中国反对 台独两岸政策互动立场 而在最新的是 昨天国台办例行记者会回应 包括日前时代力量的 立伟林长佐认为 中国大陆应该自称中华北京 才能够跟台湾对等这些主张 大陆是重申要 以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至于有关国民党三月底会 举行主席补选 那么大陆方面是说 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在坚持 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致力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当然在昨天的这场国台办的 记者会当中 那么有媒体相当关切 有关陆克来台人数 大陆方面好像是限缩了 大陆方面再重申九二共识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石 总的看起来中国大陆的立场 似乎都是没有改变 所以在这两场比较重要的谈话 都是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教授您的看法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中共他目前对于选后的两岸情势 或未来的对台政策 也看得出他目前还没有做最后的拍板定调 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他还是一直延续 他过去的说法 那也表示就是说 他目前到底未来要怎么样处理台湾问题 其实也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局面 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台湾问题 也就是说他过去对台工作的一些基础 例如说他认为九二共识是台湾民众都支持的 但是从政治选举看起来 台湾民众似乎不太在意这一点 蔡英文在没有强调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 高票当选 民进党甚至在立法院过半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九二共识 这样一个招牌在台湾 它到底有没有吸引力 可能已经是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所以大陆现在 另外就是说他对台工作 用这个软的也不行 用硬的好像也没效果 就是给你这个好处 给你这个EGFA 给你两岸这个服贸协议 好像你也不买单 那对你强硬呢 台湾老板现在也不太怕 那那搞了半天 到底未来怎么样来处理对台工作 他到底要怎么来处理 第三个就是说过去 中共一直强调只跟国民党互动 不跟绿营互动 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国民党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台湾的小党了 他怎么未来他跟谁打交道 难道要一直永远跟民进党不互动吗 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像前一阵子 这个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来台湾访问 你会发现到说 他还能找谁对话呢 他只能去国民党智库 只能去跟连赞对话 可是这些人 他又能代表台湾的名义吗 或者他在台湾有什么影响性吗 所以我觉得大陆现在就会陷入一个两难 就是说过去认为九二共识是这个定海神针 是台湾民众都支持的 但现在发觉台湾民众不支持 过去他只跟蓝营打交道 或者希望能够透过跟蓝营的互动来打击绿营 就是大家都知道连左拉中打右 可是现在蓝营不成气候 他跟他互动也没有什么实质效果 那再来就是说 台湾现在自从这个政治选举之后 好像整个主流民意是支持民进党的 甚至我们看到周子余事件之后 台湾团结成一体 就是你好像很难从台湾去分化蓝绿 那这样的一种借着蓝营来打绿营的这种方法 好像也不灵了 第三个就是说过去大陆总认为说 这个时间是占领我大陆这边的 台湾的经济只能够跟大陆合作 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或者说台湾的观光只能够靠陆克 否则就是没有明天 但这样的一种假设 其实看起来最近也面临到一些问题 例如说陆克不来 是不是真的会对台湾的观光业产生致命性的冲击 感觉起来好像有影响 但是台湾一般民众反而说 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去阿里山玩了 不然以前都去不了 或者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反而可以把我们的观光 更朝向更多元 或者像东协去发展 所以到最后如果这样的一种 就是说台湾经济只能靠大陆 不靠大陆死路一条的这种说法 未来如果说无法成真的话 那也等于是大陆过去的这个思考逻辑 这样的一种模式会变定到一个挑战 是昨天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 安丰山针对陆克来台湾的旅游人数的变化 他说这是市场行为主要取决旅行社跟游客的意愿 不过他有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话 就是下一步将根据两岸关系形势发展 跟两岸旅游市场需求变化 是情况来处理 似乎也是给予一定的弹性空间来做些处理 不过这个线缩路客来台 这个怎么样的解读 大陆怎么会有这样的做法 教授您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旅行社都是国营的 所以他把责任推给旅行社 其实就是看中共他到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是目前唯一可以说是出口观光客人数最多的国家 而且也是完全受政府控制的国家 所以他今天他要放去哪里 这个地方的观光客就会多 就像他之前他97年香港回归之后 他要把观光客送往香港 要振兴香港的经济 那当然香港观光客就多了 还有澳门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后来2008年因为国民党执政 他为了要这个证明两岸这个关系改善对台湾是有利的 所以他就把观光客放到台湾 那我们看到他从去年开始 他为了要在美日之间呢 让他们产生矛盾 所以他特别把观光客往日本送 就是让安倍的经济学能够成真 那让这个安倍跟欧巴马之间可能会产生 对于中国大陆他这个态度出现一些矛盾的地方 那所以他的观光客本来就一直是为政治所用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说如果你今天不了解 我们的业者我相信也很聪明 大家都知道 大陆观光客就像这个水龙头 他说开就开 说关就关 对他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他不是市场导向 他也不是以这个消费导向 也不会有人说 这个你怎么不让我去台湾 我去街头抗议 也不可能有这种大陆民众 不让你去就不让去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下 我相信台湾的业者也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陆客现在来台湾的人数 当然是台湾的第一个入境观光客人数 但是也不可否认 陆客来台到目前为止 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包含像一条龙的问题 没错 我们看到像重要的这些特产店都是港资的投资 那港资的背后其实可能也就是总资 那我们看到现在接待陆客来台的 因为它的价格已经杀红眼了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真正来台湾 接待陆客的台湾旅行社 其实都不是台湾业者 都是香港来台湾投资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台湾到底赚到什么 很多人说我们只赚到辛苦跟疲惫 那我们的旅行社 其实都是大陆的旅行社在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加上陆客来台早造成的 我们旅游景区的这些拥挤 或者是陆客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 是有所闻 所以很多人反而认为你陆客不来 对台湾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因为这些获益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 并没有让所有的民众都感受到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反而会有一种声音说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要 分散我们的观光市场 因为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它是这样的一个被政治所操控的情况之下 就像你这个西马飞一样 你越靠它 那你未来越受制于中国 所以说是不是我们应该要 做这个风险的分散 或者市场的分散 那我觉得民进党现在的说法就是 那我们未来就是给东南亚观光客免签 用这个方式 当然我也不认为 这一定可以完全地补目前陆客的人数 但是如果说它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 或者说我们再去发展 例如像中东回教世界的观光客 去开发新的观光客的资源 去开发港澳观光客或等等 那当然不太可能100%取代陆客 但如果它能够取代陆客 60%到70% 那其实对台湾的辞职经济影响 我觉得其实是会相当有限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过去大家所认为的 不靠陆客 台湾观光业就垮台的这个说法 那就会不攻自破 不攻自破的情况 我觉得对大陆 它过去我刚讲过的 它所强调的 台湾经济不靠大陆 你就完蛋 你台湾观光不靠陆客 你就完蛋 这个说法如果 这个无法真正证明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对大陆的 对台的工作来讲 会产生就是说 它的说服力会越来越有限 整个大环境已经起了一些变化了 当然目前民进党方面 还是说正面欢迎陆客来台了 那我想两岸关系的处理 未来新政府也是会损胜的 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政策 何时拍板定案 有哪些观察指标 像三月份的政协人大两会召开 是不是可以观察 像是习近平的相关谈话呢 我觉得其实两会本来都是 大陆谈内政的问题 根本就不太会谈两岸 因为两会我们知道 它主要还是针对 十八届五中全会 它所召开的一些内容 特别是十三五规划 它要进行讨论 所以它主要还是针对 它内政跟 特别是经济事务 所以这次的两会 我想它不会讨论台湾问题 第二就是说 台湾问题现在说实在的 就是习近平 他最后怎么拍板定案 我觉得目前来看 我都觉得相对是乐观的 包含就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我们看到 它在对外关系上 它跟北韩的关系 最近非常不好 对不对 南韩因为加入了 美国的萨德导弹系统 所以说现在中韩关系也不好 那既然我们看到 最近王毅到美国去访问 跟美国针锋相对 中美关系也不好 那我们看到中日关系 当然因为针鱼台问题也不好 那我们看到像中非关系 最近因为南海的仲裁案也不好 那我们再看中越关系 也因为临海的问题 所以说也不好 他整个周边关系 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现在的情况 事实上是 不能说是四面楚歌 但是可以说 当我到我整个周边环境 他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的时候 我不认为 他会希望台海有冲突 除非他今天实在是没事干了 所以我们知道 他在面临这么多问题 加上他内部的经济的趋软 我觉得可以说 习近平现在面临的问题真的很多 所以相对来讲 当然台海的稳定 对蔡英文是重要 但是对习近平不重要吗 当然也重要 所以他怎么样维持一个稳定的台海 其实对大陆来讲 是他需要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特别是 我们看到就习近平强调 就是两个一百年 中共建政的时候 跟建党一百年 他要达到中国梦 达到具体成果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两个一百年 我们看第一个一百年 中共建党一百年 很快就到了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 两岸关系还是非常冷淡 甚至对立 那这对于习近平的历史定位 是不利的 所以我认为 不管是从他内部的稳定 或者从他周边的稳定 以及习近平的历史定位来讲 能处理两岸关系 都是没有好处的 特别是 他如果能处理两岸关系 只会让台湾 更加一边倒的导向美日 我想蔡英文已经说了 他当选之后 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加入以美国为首TP 那怎么样能够 跟美日更多合作 那降低跟中国大陆的经贸依赖 另外他强调的是新南向政策 怎么样的开发未来 我们跟东协 以及印度的这个市场 所以看得起来 蔡英文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怎么样跟中国大陆 对经济依赖能够降低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大陆对台湾 采取激烈的做法 只是会迫使台湾更向美日靠拢 只会迫使台湾跟大陆越走越远 只会迫使所谓的天然毒 在台湾越来越明显 那我觉得这个对习近平的 这个所谓的两个一百年的 这个中国梦的达成 是不利的 所以总的来说 我认为习近平现在 我们必须要讲 他要冷冻两岸关系 对习近平有什么好处 我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处 只会造成他更多的负担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 最近做了很多善意 包含他提出了维持现状说 他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政 这个体制说 他提出对于1992年 两岸的这个会谈的历史事实 他予以尊重跟接受 另外他也把这个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不搞这个所谓的国与国关系 这都是一种善意的展现 那中国大陆如果说 你对这些善意 你不愿意接受的话 那两岸就是冷下去的话 我刚刚讲过 对习近平是没有好处的 只会让两岸越走越远 那习近平一直强调 就是两岸能够心灵相通的 这个可能性 我想就会很难达成 总统和蔡英文 目前表达出善意 那么大多方面也没有对蔡英文 好像有措辞比较强硬的 透过教授的观察分析 知道两岸关系的未来 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呢 包括很多的因素 包括中国大陆面对国际局势 非常棘手了 可以说是焦头烂额 大陆内部还有相当多的经济的因素 还有当然美国因素也在内 我想这些都是影响 未来两岸关系 发展的很多的变数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 同时也是中国大陆研究中心 主任范师平 针对两岸最新的情势 跟未来关系可能的变化 提供您的观点 非常谢谢范教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